如果朝野可以有這樣的共識 包括實力 過去大家知道 他們也主張是廢死的 這次願意回過頭來 反而支持這樣一個法案的立法 我覺得至少這是踏出一步 但是就像剛剛婉安講的 不要只是因為在風頭上 因為現在非常多的民眾關心 所以大家就紛紛表態 說很支持 但是口頭的支持到後面 可能就沒有具體的行動 而我更期待的是 以蔡總統這樣的一個高度 以這個蘇貞昌院長這樣的高度 請他們更明確的跟大家宣示 你支持這個修法 應該要就是要嚴懲 那你支持到什麼樣的程度 因為目前我的版本 跟法務部的版本是有差異的 我的版本最高其實是可以到死刑 法務部是到無期徒刑 那我相信以民進黨的立場 或者是蘇貞昌的立場 他們大概就是到無期徒刑為止 但是現在的民間的聲音 是覺得這種虐童案 真的是大家看得太不仁了 如果說你是蓄意的惡意的把一個孩子 活活真的虐待致死的話 那在司法的公平正義的天平上面 是不是跟殺人罪其實是無異的 這個部分是不是可以回過頭來支持 就是在野黨立法委員提出來的版本 我覺得這個是考驗民進黨 到底在這件事情 他要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所以我希望這件事情呢 就是大家在下個會期開議之後 司法法治委員會可以優先排案 因為我的案子都在裡面了 那這個行政院的也在裡面了 如果有其他立委有一些提案要進來 也都很歡迎 但是不要再有人刻意的 是要去杯葛或阻擋